《明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賣給收聽 收看《風雲谷》 多謝各位的支持 本人 陶傑和鮑偉聰的Patreon 還有《風雲谷》的特別好朋友 《風雲會》 也多謝各位不斷加入 好了 今天我們講講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在北京的訪問 會見了中國外長秦剛 雙方回頭長達五個半小時 布林肯這個國務卿 比起前任龐貝奧 就多兩分的肅目 就少兩分的慫容 所以他一落飛機 一直走進北京 見這個秦剛的時候 都看到他是略為緊張 而相反中國外長 就比較譚笑自若 因為呢 被中國 他們說廣告的報酬 布林肯都在北京 已經對內 是贏了面子一仗 就是對內的中國的傳媒 網站 不斷的宣傳 美國有事要求上門 但其實 是否真的這樣呢 當然就不是了 在布林肯搭上飛機去北京之前 美國官方已經透過種種的渠道 對他這場訪問是不抱任何過高的期望 這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蘇力文 簡直說布林肯去北京之行不是那麼重要 最重要是這個星期印度總理目的訪問美國 這個星期印度總理會提供美國和印度地緣政治 一個重大的合作和友好的發展 布林肯來到北京 他的時機在中國方面有一點點玩樂 在他到之前就由習近平高調會見微軟的老闆 就是Microsoft的老闆Bill Gates 蓋茨 並且給予禮遇 口口聲聲對蓋茨說 其實他暗示官方的關係就停滯了 習近平就說希望現在中美之間民間多交流地說 你怎麼看布林肯這一天幾以來的行程呢? 這次布林肯訪華就在一個中美關係 去到一個冰點的情況之下進行 本來就在2月期間已經宣佈了會去中國的 但因為大家都記得當時就有所謂的間諜氣球事件 拜登總統就下令將氣球擊落 引致中國和美國的關係變差 所以當時就將整個行程推後了 推後了其實現在這一刻去訪問中國也都不見得好 因為之前我們都說過了 也都是有兩次軍機和軍艦攔截的事件 差點讓城碰撞的事故 而且最近也都爆出來 中國在古巴設置了涉聽的中心 監控來自美國的這些無線電或是他們的通訊 引起其實中美之間的很多猜疑和不信任 更加不要說一連串 我們都說過無數次了 比如台海的問題 烏克蘭戰爭的立場 再去到很多間諜 偷竊科技 這些種種的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內部的衝突 在這些種種糾纏的問題之下 其實布林肯訪華都不會解決到任何的 這些當前的危機 其實他最重要的一點 他就說其實有三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可以避免誤判的衝突 就是說希望在軍事的層面上 大家很清楚有一個高層的溝通的機制 不要發生一些類似軍艦或者軍機的擦槍走火事件 我想這一點就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其餘的這些原則性 意識形態 甚至在一個地緣政治的格局上面的立場 這些譬如說南海 究竟是不是可以自由航行 還是屬於中國的領海 這些就解決不了了 現在布林肯和習近平終於會面了 還有接下來還會不會有其他更加重要的美國官員去到訪 而為後續的問題 特別是有關於美國限制一些高科技的晶片器材等等 進口中國呢 我想這部份才是中國希望 看看布林肯來中國會不會放寬 但是也預計得到 就未必會解決的 所以整個氣氛或者整個大格局 我相信見完之後都不會有什麼大的改變 其實習近平見不見布林肯是全無分別 因為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和路線和戰略的全景 已經劃定了 就是怎樣也好 就已經不對中國存有任何幻想 你見也好 不見也好 秦剛和布林肯談五十個小時 再談五百個小時也好 無分別 就是整個亞太區 美國已經吹雞 混雜了日本、南韓和菲律賓 這三大緊密的盟友 外面的呢 還有澳洲和印度 已經形成對中國的防禦圈 而且在電子科技方面 這個晶片制裁中國勢在必行 而且已經搞亂了一家華為 所以你現在要說布林肯來 接著習近平就算見還是不見 接著宣示美中關係解凍 回到以前那時候 這個是在做夢 兩個字是神話 所以布林肯去北京 連美國也覺得有點無厘頭 去做什麼呢 美國始終都放他去 始終美國來說 比世界上看得到 這一步他是做到人質而盡 尤其向日本、南韓、菲律賓、印度 這些交代 美國方面對於中國來說 是深有戒備的 都知道隨時在南海爆發戰爭 甚至是台海 所以布林肯去是一個復筆 就是告訴盟國 我要做的呢 就全部做完了 我是絕對不想和中國開戰的 但是現在中國擺出的姿勢實在太好戰 所以唯有最後一分鐘 我始終都盡力去見一見 這個有點像 在這個偷襲珍珠港之前 最後一分鐘 美國和日本都還在談判著 雙方那時候就不是國務卿 而是大師 就是雙方碰杯的時候 那邊沒有多久 那個日本的那個轟炸機 已經到這個叫珍珠港 那對於中國來說 它是有理沒有理的 它總之現在要對內 是應付太多的危機 追蹤經濟危機 龐大的失業人口 還有五月份 中國就有140宗 那個罷工的事件 這個140宗 據說只不過是一省的 如果你說全國分分鐘是不止的 這些內外交困之下 現在習近平只能夠用兩招 第一對內就是加強他那個個人崇拜 但是這個個人崇拜 比毛澤東1966年 文化大革命那時候 已經是力不從心 因為那時候的個人崇拜 你真的看到全國山河 除了要爭相成立革委會 去批鬥這個叫劉少奇 向國務院奪權 你會看到大中小學 各省市的工廠 是一點勉強的 包括那樣 都是 這些勉強的勉強 就是在那些勉強的勉強 就是第三 became 你不在便的勉強 還有以前,你不在勒強 還有一些勉強的勉強 都是在勒強的勉強 他們是寧願有時間在TikTok那裡鬆手弄枝扮演 所以個人崇拜拒不起的時候 就一定要借助美國總統 最好拜登過來遵就教 拜登不來 怎麼都要布林肯告訴國內的人 現在美國要來求我 所以布林肯這個表情 就亦暴亦吹戰戰兢兢 剛剛不知道是交到氣 還是滿足到中國的要求 是不是 其實雙方面講來講去 都是那些什麼中國 台灣問題是最大的核心重 中資重 講來都浪費氣的 這些一早就知道了 實際上五個多小時有沒有一些非常機密的交底 如布林肯告訴他 你在台灣那裡一動我就會怎樣 這個南中國海那裡我又會怎樣 所以雙方的會談說坦率而且是有建設性 還有誠懇 坦率誠懇有建設性 對於美國來說 對於台灣和亞太 他既然走了這麼多步 千山萬水到這裡 他是不會回頭的 除非習近平的統治是結束的 是不是 民主黨和共和黨來說 尤其對於龐貝奧那一批 其實民主黨只會看到 只希望看到中共換人 大家有一個緩解的機會就要談 但是現在不會換人了 所以一連串的清單 他提出來 這個叫做烏克蘭問題 這個叫做台海 南中國海 甚至香港的人權 沒有一樣 習近平現在在這個關頭是會說yes的 前幾年特朗普和他們說的那些什麼 增加中國貨入口的關稅 這些現在已經不能談了 你看不到 布林肯去到 和中國談 包括了 劉鶴 和當時特朗普那時候 叫做降低中國貨入口美國的關稅 是不是 到現在還沒有減 一樣在抽高的關稅 所以中國對美國和歐洲的出口是不斷在那裡減少 還有 你就算叫這個微軟的Bill Gates 和Elon Musk 還有蘋果的那個總裁Coke 三大總裁去到 在中國之後似乎都沒有什麼實質的效果 因為這三間美國的IT大公司 在他們的老闆去中國的前後 他們都宣佈將生產線搬出中國 所以其實習近平就算看到蓋茲說 這個叫做中美之間的基礎在民間 這個說話 我想他自己也不知道說什麼 中美之間的關係的基礎不是民間 是台灣 是吧 民間是沒有意義的 這個習近平跟蓋茲說中美的關係的基礎 是民間 民間有什麼意義呢 有多少中國人現在拿到護照 那些官員 那些人拿到護照可以去美國呢 是不是 現在這個叫做美國 在北京上海的領事館 是審批中國人去美國的旅行簽證 由奧巴馬的時代的八成 降到今天的不足一成 是吧 民間有什麼交往呢 美國的荷里活電影 是吧 你會不會給美國的歌聲啊 美國的學校啊 走來中國那時候招生呢 是吧 就算民間有任何交往 都是沒有意義的 當然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即使是高層有交往 都阻止不了戰爭發生 剛才你舉起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 偷襲珍珠港 美國和日本的外交官都在進行談判 那麼我舉起這個 在西線 即是在歐洲 當時1938年 英國的首相張伯倫 在九月啊 飛到這個柏林 去會見希特拉 當時希特拉很高規格去接待他 還招呼他去元首的列車 用午餐 把伯倫呢 就帶著一個好消息 就回到英國 那麼跟著呢 一年之後呢 就 希特拉就入川普波蘭 就爆發成全面的勾戰了 那麼期間呢 英國的外交大臣 叫哈里法斯 也都曾經去訪問柏林 也都遭到希特拉的接待 還有呢 跟他的交往 是他見得最多的 就是外交官的其中一個 那麼這些全部呢 都是很高層的交往 當時呢 給了一個信息 英國的朝野 希特拉是有得談的 希特拉呢 不是一個呢 完全呢 就是瘋狂的人 只要呢 跟他溝通 還有呢 看一下他滿足到一些要求呢 戰爭是可以避免的 那當時呢 英國和德國呢 在1939年的戰爭爆發之前的一年呢 其實是不斷呢 進行這些高層的回眠 是去到最高層次 希特拉 很高規格地接待這些英國的外交官 但是最後怎樣呢 1939年 在侵略波蘭之後 打響了整個歐戰 跟著大股的典空戰 再去到吞併法國 這些全部是歷史來的 所以任何的這些外交的動作 或者談判 甚至最高層的接觸呢 你都不要被他騙了 其實呢 不代表背後沒有人籌備一場戰爭 這些外交也都可以甚至可以理解 是一個仿指 甚至是一個掩眼法 如果他要打你 或者他要發動戰爭 他一樣可以見你 一樣可以跟你握手 這個呢 就是世界政治 和我們在歷史上吸收到的教訓 陶先生 所以這次呢 這個布林肯來 是當然爲什麽 брос bitcoin square 有一點時間卡 對吧 所以他們提供對抗這個 說到中國的時候 這次不是 Legal 人家是那麼抓地消毒 ü 我們都是紛責 那麼美國是違法432 所以就商量駕 下需要最後 這個鍵 進來美國是 thinkers of the WHO 我們在一起做一個相大 從中海方面的合atie Sho que 中國眼中他的嘴巴至少這麼說 美國已經不是以前我需要敬畏的一個對手 這個也切合上次阿拉斯加 楊潔篪和王毅商人去見美國的布林肯 他說美國已經沒有資格對中國發豪施 所以其實上次那種冷酷的關係 又是對著布林肯 這次也是 雙方的關係有些什麼寸進是零 不但沒有中一個暗化 所以這次布林肯去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對於這個改善關係 所以只能夠對美國來說有一個機會 這次布林肯是希望看到習近平 是透過和習近平之間 是來面對面只有一兩呎的位置 相信是透過翻譯 聽他說話的言詞 以及最主要是看他的表情 肢體語言 等他回去做一個評估 還有很多美國認為不能夠退讓的原則和底線 是要當面由布林肯說給習近平聽 是不是 如果習近平是不見了 不見了就回去 是品比這個叫做白宮 又是一種說法 見了之後 你對布林肯開口所說的 不要再轉彎抹角了 就這樣這樣這樣 那你那時候對他這樣說呢 他有什麼反應 這個有一種提法 因為始終現在這個拜登 人人都看到是年事已高 就算放拜登來跟習近平說話 拜登那個見微知著的認知能力 是比不上微精眼企的布林肯 所以這次其實走去北京 我想關鍵的狀況其實就是這樣 對於美國來說 當然覺得他沒有什麼意思 所以他說其實比不上 就快就來白宮訪問的印度總理穆迪 所以真正是給中國看見識的 就是美國是怎樣跟穆迪拉攏 因為穆迪本來對這個烏克蘭戰爭是投棄權票 但是後來經過一年來講 他的立場已經大大倒向美國那邊 所以現在美國更加需要印度的加入 印度、澳洲、菲律賓、日韓 面對日漸緊張的局勢 在這個時候布林肯走出這一步 你可以說沒有意義之中 又是相當之關鍵的 沒錯 所以他去中國的他自己親口講的三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希望可以建立一個溝通機制 避免誤判 這個我相信是真實的 這個誤判也是跟第二個目的侯住 就是美國是想告訴身邊的盟友知道 其實美國是不希望戰爭 還有不希望中間出現所謂的擦槍走火 所以他希望跟中國建立一套溝通的機制 特別是發生了兩宗軍機和軍艦的難節事件之後 希望可以好像前蘇聯和美國冷戰時代那樣 是可以有一套大家可以能夠溝通或者同意的遊戲規則 我用一個這樣的字眼 就是會避免以核戰或者以一個大規模的戰爭 去互相毀滅或者進入一個全面戰爭 而只不過是通過例如在越戰、韓戰 或者是中東地方、敘利亞、巴勒斯坦一帶、以色列 通過代理人的戰爭去進行他們兩個大國之間 在冷戰時代的競爭 這個就是他們美蘇兩國的共同的遊戲規則 但是現在美國摸不透或者摸得透 應該這麼說 知道了中國對台灣的野心之外 其實他就沒有一套這些遊戲規則可以跟中國玩 所以現在布林肯是可以說是最後通牒 或者是一個最後的努力 我用這個字眼 就是希望可以跟中國建立一套跟前蘇聯 在冷戰時代的遊戲規則 可以讓大家玩下去 而避免了最後的戰爭 這個就是布林肯他來中國 他的心裡面最後的一個目的 而至於最後的一個目的 就是說什麼尋求什麼合作的可能 這些是廢話來的 因為其實已經是沒有合作的可能 尋求合作的可能 這些全部是客氣的說話 所以其實剛才我們都點出了 真的不要有任何車望 也都對這個布林肯回到美國之後 不會有任何改變 但是他的姿態和努力 的確是想避免在短期裡面 出現了一個誤判之下的戰爭狀況 對於美國來說可以避得多久 但是對於中國來說 你這個布林肯來建立一個什麼 避免誤判的熱線也是多餘的 因為中國根本不想和你美國 建立任何真正有意義的熱線的溝通 所以來到也是多餘 然後還會陸續出現這些什麼 南中國海、台海這些戰機攬舌 是會陸續有來 所以對於美國來說 在這方面來說 有一點點是老鼠拉鬼 因為他希望中國像前蘇聯一樣 但是他不只是中國不是前蘇聯 習近平不是前蘇聯的克魯曉夫 或者這個叫布里茲列夫 這些誤判 你和以前吳錦濤、溫家寶和江澤民、朱鎔基 那四個說 都還有一點點成果 現在這個是神經刀來的 無定向飛彈 例如習近平可以三天前對蓋茲說 他說中美關係的基礎是在民間的 還有他還在說 中國方面有一個對於當前 又說世界百年未見的大局 還向蓋茲說 他說中國的方案是可以解決問題的 他沒有理由不知道現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 甚至全世界對中國方案是沒有興趣的 剛剛好在蓋茲、布林肯啟程之前 英國的《太陽時報》上個星期日就爆出這個 新冠病毒確實在武漢實驗室 和中國軍方一起研製 那你這個中國方案又如何向美國推銷呢 所以你跟Bill Gates來聽 就笑齊小小小的聊天就聽了 這些訪問中國來說很需要 是讓國內的人知道 說美國有東西可侷拘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幫《風雲菊》在下次節目時間 和各位繼續討論 謝謝 《風雲菊》在2023年1月正式成立為 Youtube會員專屬頻道《風雲菊》 加入成為頻道會員 你就可以看到專為會員而設的影片 現內容是專為風雲菊會會員度身訂造 和大家講一些陶生和鮑Sir先為人知的趣事和秘密 其實國民黨如果真的執政 對於在台灣的香港人是好還是不好呢 其實是否會比現在民進黨好呢 因為他們始終是華人 那個氣度你不要以為是跟英國人一樣 說到Youtube的時候我覺得很細聲 因為不好意思 有一點點自卑 誰知道他聽到之後縮然起勁 突然間對我態度好很多 所以我們做這些KOL我不會學 某一個在台灣滋生的那個是這麼囂張的 他沒有說我們風雲菊 因為他不敢說 人渣、法西斯、雷將軍 這些我真的做不到 所謂的KOL我都很討厭這三個英文字母 我心想像十年八年前 我這個叫十九這個花名 都是你老哥改的 他真的很厲害 這條帶給他看到又翻臉 他不敢說你老哥 風雲菊做得很好 我說你也是 將來有機會就同台 你發覺我現在手指指指多了 就跟天狗吃了兩頓飯 給他感染了磁場 我講完學我舉了我知 我和看一個人 我是要看他的優點 加入頻道會員很簡單 你可以用電腦去回我們的YouTube頻道手頁 按加入頻道會員 又或者用手機YouTube App 在本片的描述欄 卡最上面的連結 加入風雲菊頻道會員 有能力的朋友還可以同時加入 陶結Patreon 和霸偉聰衝心直說的Patreon 而Patreon除了有各種專屬內容之外 還有一至六風雲菊的聲音品 大家的支持 一定會令我們更加有動力 為大家帶來更多好節目和內容 再次多謝大家的支持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約定風雲菊再會